海贼王,艾斯的船员去哪了?总算有答案了! 顶上战争之后,所有海迷都在问两个问题,一个是,罗杰的船员为什么不去救艾斯? 第二个是,艾斯的船员去哪里了?为什么在顶上战争没出现?罗杰完成伟大航路后,就把海贼团解散了,之后的行踪他的船员也不知道。 生下艾斯,罗杰船员也不知道,当然不会去救艾斯了。 艾斯船员加入了白胡子。至于艾斯的船员为什么不去顶上战争,这才是海迷争论最多的。 艾斯加入白胡子海贼团后,按理说,他的船员也应该会加入,但是在白胡子的船上,并没有看到这群人。 艾斯见过红发之后,准备向白胡子挑战,取下世界最强男人的首级,来扬名立万。 艾斯还没减搬白胡子,先遇上了盛平。盛平的目的也很简单,就是阻止艾斯对照白胡子。 两人大战了五天五夜,最终双方体力耗尽,也没有分出胜负。 艾斯在对战盛平的时候,他的船员也都在场,还有船员提醒艾斯,对方是七五海要小心。 艾斯与盛平决斗之后,白胡子就出场了。 这里可以确定一点,艾斯加入白胡子海贼团时,他的船员都还活着。 按照白胡子的性格,收了艾斯,自然也会收下他的伙伴,也就可以确定艾斯的船员也加入了白胡子海贼团。 艾斯为白胡子打工。 艾斯加入白胡子海贼团后,并没有安安心心地当儿子,还是想着挑战白胡子。 就像当年巴雷特加入罗杰海贼团一样,不是安心当船员,而是为了不断向罗杰挑战。 艾斯与白胡子做了一个交易,就是艾斯为白胡子打工,以此来获得挑战白胡子的机会。 在不断挑战白胡子的过程中,艾斯的实力应该也增加了不少。 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了一点,艾斯刚加入白胡子海贼团的时候,应该是带着所有船员一起加入的,并不是说,他一个人去了,其他船员各回各家,各找各妈的状态。 既然是这样,艾斯在顶上战争被处刑,为什么他的船员没有去救人,这些人到底去了哪里? 艾斯的船员去哪里了? 从海贼王998话内容我们可以得知,艾斯在给白胡子打工期间,才来到和之国的。 小玉回忆艾斯的画面中,能清楚地看到艾斯和他船员在一起,这也能证明上面所述,艾斯带助船员加入了白胡子海贼团。 海贼王998话结尾,大和回忆艾斯是他的朋友,并打坏了龙头雕像。 在结合,艾斯曾对小玉说过,下一次来到和之国,一定会让这个国家的人吃饱饭。 布兰总结得出,艾斯在和之国向凯多挑战了,但最终的结果是,艾斯战败了。 整个战斗的过程,北田还没有公布,不过我们也能推断出艾斯船员的一些下场。 凯多的目的是发动世界最大的战斗,对挑战他的人有两种处理方式。 一种就是像对付陆菲这样的超新星一样,打败他们,不杀他们,留住自己用。 另一种就是像对付莫利亚一样,直接打败,还杀掉了他的船员。 前一种显然不太可能,因为艾斯离开了和之国,说明凯多没抓住他。 艾斯也不会抛弃船员,单独离开和之国。 那么,凯多对待艾斯的船员只可能是第二种可能了,就是像对待莫利亚的船员一样,杀掉了。 这种结果是有可能性的,也能从海贼王998话的剧情中找出推断的线索。 不过艾斯的船员去了哪里,还得看伟天后续怎么安排吧,这里只是个人的一种推测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